大家好,欢迎收看禁令下的巴黎街景第三期 在前两期节目里,我们给大家展现了在禁令下巴黎各大区人们生活的日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禁令下的巴黎夜景 没想到,Mandahat TV竟然见证了法国的历史 晚上八点,我们进入了巴士底义区 原本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广场上却行人稀少 欢迎欢迎打 PSOEno��打期间,我们下 bakar群俊和巴黎夜景 attend的韢联了保 promot 这是第四个逧 reminded的登 kra Rudolf 如这个儿道前世 prueba的巴黎夜景 我们那么跟 shifted实在历史的故事 我想到巴黎夜景一旦 巴黎在巴黎的巴黎 至八点我们到处你会来到这里的巴黎 巴黎 Basically,这个5xe渺も非常丽制 là碎cil的巴黎 的巴黎 餐館咖啡都关闭了 一些警察在巡逻 信任很少 一派冷清的景象 les restaurants et les cafés sont tous fermés un groupe de policiers est en maraude peu de bassons tous des déserts c'est parti 我们来到了卢浮宫 平日热闹的景象不见了 我们来到卢浮宫 无缘无缘无缘 您一看这画面就知道我们在哪儿 猜对了吧 我们在卢浮宫之前 对 这就是具世文明的卢浮宫 平日这里身是人山人海 就是在晚上这个时间 现在是晚上 法国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在这个时间 也是这个人群不一不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世界文明的 世界文明的建筑 我们在这里面的标准的标准备 这就是卢浮宫附近的商业区 商店都关闭了 只有几辆汽车和公交车在那里穿行 空洞洞的卢浮宫 其人另一种感受 商店都关闭了 只有几车和车和车和公交车 我们感受到有趣的感觉 面对沙漠空洞的空洞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巴黎西河广场 这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首古籍之一 要知道法国这个世界文明的古籍 真是太多了 举不胜熟 你看我后面就是这个广场 平时呢这里也是人山人海 这是外国的这个游客特别喜爱的地方 法国人也经常到这里 晚饭后啊散步啊 到咖啡馆啊 去坐一坐呀 你看那边就是一系列的咖啡馆 但是今天晚上全部都停了 这边 我的右边呢是 著名的 全是一样的尖廓 每一样的尖廓 我们在世界上最嬉重的道路 我住在我世界的艺获 就常常是这些很图例 有很多泉士和卓斯旅行 但是在这晚的游客 是尖尖 before 我们看到有几个车,有几个车,有几个车,有几个车 我看到有几个车站在那里,等待人,但没有任何人 难道,全都关闭了,是尘尘 香街,这是文明的香街 这是所有世界人民公认的最美丽的香街 在我后面就是凯旋门 刚才我们沿路过来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 汽车很少,顶多也就二三十个吧 然后还有六七个出租汽车在等行人,但是没有行人 路两边平时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店餐馆 但是今天全部都关闭了 我们在凯旋门不远处见到了LCI电台的两个同行 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忙着拍摄 我们就已经进行了简短交谈 不远远的那,我们认为两个同僚的LCI 在全报告中 我们互联合着拍摄 我们互联合着拍摄 红红疫苗 现在大家猜一猜我们在哪里呢 看看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 能猜到吗 这是什么 好,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就是新的凯旋门 是密特朗时期建筑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La Défense La Défense是巴黎 应该说是最著名的生意城市 商业和生意城市 这里聚集了世界500强的大公司 比方说像我前面吧 就有这个法国电力公司 还有这个美国的大的这个保险集团 Aliance 还有法国 那边是法国的非常大的一个银行 叫做苏西队这个电话 它的中文名字我忘了 不过没关系的 反正就是世界500强都在这里 平时啊 这里就像巴黎最热闹的地方一样 人山人海 灯火辉煌 那么今天呢 说实在 找一个稍微亮一点的地方 来拍照都没有啊 好 那么大家明白是为什么了 因为这是法国封城的第二天 好 好 估计是在我的房子上 前面是E.D.F. 一会更远 总统的社会 常常在这里 甚至在晚上 都会关闭 非常安静 但今天 是第二天 的尽量 都会在尽量 它是阻碍 我们没有太多的难 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能够清晰 来做这个报告 现在我们来到了 拉帝方斯新区 平时这里的商业气息 十分浓厚 晚上都是灯火辉煌 但今晚四周 却是意想不到的安宁 我们现在来到防守 当时平常 都会灵散了 但今天 是一种不同的节目 一静一静 哎呀 我虚惊了一场 你们看到了刚才的景象了吧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在外面拍摄啊 警察呢 过来了 说 哎 你的通行证呢 嗯 我把通行证拿出来了 结果这位警察是一看说 你这个不对呀 你这是昨天的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啊 每次出来的时候 把当天日期的 这个通行证的写好 比方说今天18号 就要写今天18号 这个警察呢 幸亏他还是理解我 他说哦哦 你工作很忙啊 行 今天就过去啦 明天要见到你 罚你135号 好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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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呗 我没有怕 我因为因为我被捕过 一警察在转捕的 他在转捕的 他看着你 他说 先生 看着你 你发动的 我发动的 股票 等于17号 我现在字幕 我们现在 18号 所以你不要と ái 放心 我吗 我发动了 你以前说 我回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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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再放置 不暗 不暗 你再再放一 一般 除了 有些事 你不可能 看我 很美 很美 我會說 如果想我要把它改變 你不可以改變 它們沒改變 它們沒有改變 grand東西 就重複了 好 明天 我給你一些新的 Liebe 我給你一些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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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是非常明白 我們現在是巴黎十六區 我們先準備好能力的警察查證 非常感謝警察對我們工作的理解和联系 我們在16點巴黎 我們有機會 我們從北施討解釋 是因为Débo Liché 能控制我们的通移动 我们感谢他们 为了证明和合作的 专业的专业 大家好 我现在在巴黎的16区 这是巴黎的富人区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可以说是一个小金三角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后面 就是亚洲国务馆 它的法文名字叫 我的前面呢 是巴黎经济社会委员会 这是法国政府的一个机构 再往那边走呢 就是著名的巴黎的香格里拉酒店 但是呢 大家能看到 这都是黑黑的一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巴黎封城的第二天 好晚 我们在心中的16区 的巴黎的16区 好生活 大家都知道 以后我 是 foram了 这边有个木构的 现在空间 是 了亚洲国家积 对 环境和环境 其实是 στην下位 是 是 亚洲瓶村的 是 显 Va 这边是非常着囧的 很多世界 很多車都流動 今天,好像是第二天的空間 沒有車,很少的路 而眼睛都被開了 大家好,不用介紹你們也能知道 我們在阿菲爾鐵塔面前 我後面就是阿菲爾鐵塔 應該說呀,在巴黎封城之前 每天晚上,這個地方 特別是阿菲爾鐵塔都是金碧輝煌的 燈照得很亮 今天呢,你看到這個景色沒有? 很淒涼,是吧? 說實在,這裡幾乎是沒有一個行人 我們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幾輛汽車 在左邊、右邊這麼行駛 好晚安 這不太難介紹你,我們正在前面 這個名牌的名牌 這不太難看 總而言之,這裡是明天的 這就是經濟的 但是從來自住的 晉和巴黎封城 當時,在空間 就把明天的消息 如果能看到,就不聽到 我們不聽到聲音 我甚至在那些轢熟轮的我的车 我们没到cios口 在艾菲尔蒂塔拍摄后 我们来到了蒙马特高地 这也是个平时特别热闹的地区 可现在街上冷冷清清 很少看到新人 后来到Eiffel 我们去到Montmartre 在平常的地区 这区域是充满的充满 但这晚的地区 是尽快的游戏 不少的游戏 前面是著名的建筑于 十九世纪末的生心教堂 这景色太美了 当时这里积极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 画家,艺术家,语家,语家,语家和语言者 看来,这就是了 Basilique du Sacré-Cœur 它的建筑上到 到19世纪 这个景色是美丽的 前面,有些人,艺术家 和游戏的全世界 都在这里 这都给大家看见 一切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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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一切越来越来越繁忙 越来越不越了 越来越来越来越厉害 你越来越来越来越有問題 越来越来越待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随时接到订阅提示 请关注欧视TVYouTube视频网站